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最近很夯的基隆恐龙A2生态园区 从市营运来人潮不断 市长谢国良宣布将延长市营运的时间 画面中可以看到 假日的基隆恐龙AR生态园区人潮满满 许多亲子家庭都来体验 显示这样的一个创新营运 的确成功吸引了许多游客 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 原本预定市营运到9月27号 为了疏解人潮 特别协调将市营运期间延长到10月31号 让更多有兴趣的游客 可以到草禁公园来体验基隆的侏罗纪公园 我们基隆的AR的恐龙园区 其实大家都了解 在这一次 在几个周末 已经是可以说是家贫如潮 人满非常非常的热闹 所以因此我们本府宣布 对于原本市营运 直到9月28号的一个市营运时期 我们要把它再来延长 再延长一个月左右 所以新的市营运期 会延到10月31号 那主要原因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就挤在 大家认为说就是只有9月的这几个周末能够过来 所以这个周末我们预期是一个高峰 所以我不是说大家这个周末不要来 我的意思就是说9月份跟10月份的周末 大家都可以来 请大家不一定一定要挤着 在这个周末或下个周末一定过来 我们会把市营运的时间来延长 另外我明天也会亲自带领几位局处首长 来拜访海科馆来讨论如何把这个地方 来增加它更好的一个规划 包括说这个接驳等等 因为这个平浪桥 事实上如果很多车子一进去 出不来卡住了 那所以我们也需要更多 更完整的一个交围的计划 从营运到现在大概经过两个周末 那跟各位报告一下 其实在我们的那个AR的下载数 那在8月30号9月6号 我们总共4188次 但是在第二个周 第二周的时候9月7号到9月13号 已经累积可以到达在快7000次了 那其实那个成长的幅度是真的还蛮多的 那另外就是有关于海科馆的这个 这个票价的门票的收入的部分 他们假日 假日我们有去问一下海科馆的同仁 那假日大概平均收入在20万 不过9月7号的门票的收入就有达到37万 那其实成长了大概近8成左右 对那另外就是有关于货柜市企的摊商 那他过往的假日大概是6000块到1万块 每一天的营收 但是9月7号光是营收就有达到3万 3万元 这只是单一摊商 那其实我们可能还有像外面的一些 这些餐厅我们都还没有去做询问 那我相信这一波的人流带动 确实有带动 也呼吁之前市长一直想要振兴朝进的这个方案 都有带动到周边的一些环境 另外就是业者也有跟我们讲说 未来包含周遭的饭店 也要可能打造这个所谓的恐龙的房间 或者是还有像周遭的旅行社 还有旅行社 11加12加旅行社 未来都会跟他们来洽谈 希望可以把这个Air恐龙公园 都可以纳入到他们的行程之中 有很多的市民朋友都有在问 就是说 这个到底我们的基隆市民 会不会有些优惠啊 会不会有些优惠 那我想在营运区结束后 好来我们请这个这个丙超这边拿一下 就是我们基隆市民是有优惠的 基隆市民或者是在基隆念书的学生 包括海大你是外地户籍 但在基隆念书的学生 包括崇幼啊等等 我们的平日是150 那假日的时候是200 那外县市的朋友 就收费会稍微比较高一点点 外县市的朋友我们平日收400元 然后呢假日收450 那大家都可以感受到 身为基隆市民是越来越幸福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会继续的努力 把这个AR的恐龙园区做得更好 市长谢果朗强调 努力市政工作是他们目前最重要的重点 结合创意与行动力来活化朝镜公园 吸引游客到访 期盼能够振兴朝近地区的观光 带动当地的观光消费产值 记者黄日生陈淑平基隆报道 在这里来看全台最大的扭蛋店 在桃园艺文特区商场正式开幕 有超过600台的扭蛋机 可以扭到爽 业者还推出了直径9公分的超大扭蛋 等多元化的扭蛋机 颠覆了大家对扭蛋的想象 全台最大的扭蛋专门店 正式进驻桃园市立图书馆 新总管电影运动桃之道 有超过600个扭蛋机台 让扭蛋爱好者可以尽情扭起来 这也是日本扭蛋专卖电业者 来台湾开展的第一家店 周末开幕第一天就吸引众多人潮排队 大小朋友喜欢的各种IP几乎都找得到 欢迎扭蛋爱好者来转转转 我们的IP产品其实是非常的多 那包含说新制卡比或是钢弹 或是甚至说面包超人 或者是最近比较红的一些像奇卡 或是宝可梦之类的这一类的产品 大部分我们全部的这里面都会找得到 那再加上说还有一些跟一些品牌联名 超过600台的扭蛋机 包含各种IP及原创商品 而最受到关注的就是 9公分的卡比执行扭蛋 也是业者最新推出的扭蛋 另外还引进可以转出资料夹 海报 扇子 画板等的特殊机台 打破一般大政对扭蛋的印象超级吸睛 面数がある いろいろなガシャポの筐体がいっぱいあるんですけど それバラエティに富んだ商品 いろいろなIPだったり オリジナの商品があります その中で目玉の商品はですね こちらの90mmの新しい大きなカプセル これはアジアで世界で日本以外の国で初めて こちらで販売になります 開幕第一天就吸引大批人潮 不仅有人从早上8点就在現場排隊卡位 許多年輕人一走进店里就直呼好在 過去都要到日本才有这样的大型扭蛋专门店 现在台湾就有真的超级开心 大概早上8点多过来排 我觉得蛮特别的 就是毕竟是第一个有这么大型扭蛋 然后会想要去看一下 然后尝试看看 对啊 超爽的 因为很少看到台北 就是台湾有这么多扭蛋 然后全部集中在这里 然后这边呢我发现有各种IP的扭蛋 各种卡通的扭蛋都有 然后甚至就是那个还有什么资料夹 我刚刚看到有资料夹那种卡片的扭蛋也有 通常就是我们可能要到日本 不知道 飞到日本才能够玩 对有这么完整的 所以看到很开心 扭蛋专门店位在桃源市立图书馆影城洞 超过600个机台 不仅是台湾最大 也是日本以外最多机台的分店 整体的扭蛋价位落在100元到450元之间 有各种形态尺寸的扭蛋让民众探索挖掘 喜欢扭蛋的民众千万别错过 记者来有一桶报道 再带你来看2024台湾文化创意博览会圆满若目 根据台南市政府统计主要的商展区及321项艺术聚落概念展区 参观的总人数超过了62万人次 打破去年历史记录 产值高达12亿 大台南会展中心外 民众撑起洋伞顶着烈日排队 透过空拍画面让人惊呼 就像是弹石蛇 人潮翻倍成长 今天大概排了一个多小时 动线的部分我觉得可以再多改善 我大概三点左右才入场而已 一年一度的台湾文博会 汇集超过570个品牌 近700个摊位 不少人都把握最后一天的时间 来买心仪的商品 刚才去逛那个卡波啊 然后又去看了一下阿九小剧场 比较多是明信片跟贴纸 霸生小美或是阿九 根据文化部统计 这段时间总共创造12亿产值 相较去年成长大约8% 除了主展区还延伸到市区 由文化局规划概念展区 类伸地 还设计原创IP行阿娘 让参观人数突破去年 来到62万人次 这段时间台南的观光 或者是住宿而言等等的 这个这种相关的消费 我觉得都很金的 文博会其实我们是夜间开馆 大家知道其实夜间开馆 其实是我们准备了很长的时间 所以其实也借此去盘点一个 我们的不管是古迹或者园区 在夜间开放的可能性 这届文博会是商业结合文化创意的最佳典范 不但全方位展现台南的文创软实力 也替台南400文化行动发展出夜间文化的机制 即将说回来台南的报道 同样是在台南配合台南400 台南市立博物馆推出田允唐路特展 介绍台湾百年的糖业历史 同时还推出日本糖果体验工作坊 带领民众探索糖如何影响台南人的日常生活 糖产业在台湾的发展历史悠久 可追溯至17世纪荷兰时期 通过东印度公司贸易网络 让台南 荷兰 印尼 日本等地产生了特殊的联系 透过这个小型的展览业 除了17世纪的糖 然后也谈后来清拜怎么进一步制糖 后来日本时期的所谓的新式糖厂的出现 来谈这个过程当中 这些糖在台南怎么样的逐渐发展 台南市立博物馆响应台南400 特别策划这场甜蜜蜜的展览 包括印尼糖业发展史的介绍 以及台湾本地糖业历史文物 另外还首度公开1903年甘蔗栽培地略图 以及砂糖输出图表 和台南第一糖商王雪龙的完整史料 那其实在这四百年之中 陪伴的发展最重要就是制糖 因为荷兰人来这里开始来种糖 开始以糖为外貌品 所以这条从印尼巴达维亚 到台湾的糖路 包括到日本去的糖的生产的应用 我们在这个展览介绍了这样的一个历史关系 日志时期的糖业改革让台湾在世界糖业市场中 有着重要的地位 展中更有与海外首次展出的日本松浦史料馆 白果图卷轴以及甜品展示 同时办理一场和果子手作体验 我们一直以为就是台南就是糖的一个城市嘛 那其实它是有一个背景存在 认识一下台南的历史 是两百年前 荷兰人从那个随着贸易船进来的那个甘蔗种子 就融合他们传统的果子文化 新开发的一种传统的糖的制作方式 展览聚焦台南本地田业发展史和传统甜品文化 融合历史文化和美食 带领民众探索全糖城市 即将说话来台南报导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高雄左营 旧有家寿司专卖店 每日限量贩售芋泥寿司 采用新鲜的大甲芋头 制作口感绵密甜而不腻的寿司 大受顾客欢迎 来到市场里的这家寿司店 琳琅满目的品项让人看了口水直流 真想每个品项都吃一轮 看网路上面来的 就是网路上看那个芋泥寿司 不知道吃起来是甜还是咸的 许多顾客慕名而来 为了要品尝店家的特殊品项 芋泥寿司 满满的芋泥里头包了玉米笋 小黄瓜以及乳酪 绵密的口感让顾客念念不忘 它的寿司也很好吃 吃了榴莲万凡这样 都一直想要吃 老板采用新鲜的大甲芋头 做成甜而不腻的芋泥 处理的过程相当繁琐 每日限量贩售 早早就会被顾客抢购一空 芋头的话是想说是选用大甲 那它因为它是比较有香气 那做起来的话就从切块 然后跟包含蒸 那蒸完之后还要再去打 打完之后来让它去加那个糖 那糖的部分的话 让我们人体的话比较容易代谢 那再加上做完之后还要再去做整形 整形完之后还要开始卷 这个整整的时间大概耗时大概五个小时 还有炙烧鲑鱼寿司 也是店家相当热销的产品 老板坚持采用新鲜的鲑鱼 搭配店家特制的醋饭 吃起来相当顺口 也是熟客的必点品项 就是饭量跟鱼的量刚刚好 不会觉得吃得太多的饭 然后鱼也很新鲜 其实我本来是握寿司 跟那个醋饭搭配的话是更好的 那因为我想说就是卷一般寿司 用平价然后让客人去购买 那这样子的话会相对的 让客人觉得说便宜 然后又好吃这种感觉 就想说把自己做好吃的东西 然后给自己的客人这样子 店家用心的制作每个品项 希望能把每一份新鲜又美味的寿司 交到顾客手里 记者潘志光陈映君高雄报导 再等一来看鱼业署去年 与便利超商合作 将国产水产品开发制成 复热即时餐点 广受好评 今年再推出鱿鱼和鲈鱼制成的 美味即时六里 老民众在便利的通路 就能快速吃到国产美味 沙茶炙烧鱿鱿烤饭团 选用台湾船队捕捞的 阿根廷鱿鱿鱿 刷上特制酱料烤制 加上烤饭团 想起死意 还有这款姜丝鱿鱼汤 使用在地优质的国产金木鱿鱼 搭配姜丝豆腐 营养满分 这两道是鱼业署与超商合作 找来名厨设计而成的 复热即时餐点 在超商通路贩售 让民众在居家领近的地点 就能吃得到国产美味 金木鱿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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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鱿 Kat'sard Elf 技術上其實非常的難 工序非常的多 對 我們肉不把它做出來 我們現在這個全台7豆翻手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在這邊吃到如此美味的鱸魚湯 鱸魚湯有豆腐跟很多鱸魚肉 吃起來真的很香 滿滿的新鮮的味道 那又有補的感覺 就是這件表情 還是要跟還有兩位報告一下 這個不錯吃 波巴的味道 還有在裡面的沙茶 鱸魚 這個是很對味 謝謝兩位飲食這邊的一個開花 謝謝 魚夜署順應消費者追求快速與創新的飲食習慣 福島相關產業及加工業者 持續開發多元化的國產水產商品 為大家增添日常美味 那今年我們在跟廣場合作 推出了沙茶鹽燒烤油魚飯糰 我們跟民族武餅層合作 應用我們遺傳在西蘭大西洋五撈的油魚 帶回來新鮮的油魚 搭配中秋節應景燒烤美味 來製作這個飯糰產品 另外跟米其林畢比登推薦的餐廳 那來合作來創造一個 去驗薑薑絲鱸魚湯 這個鱸魚是應用我們自己養殖的金木鱸魚魚 目前正在生產 來創造這兩個產品 推薦給全國消費大眾 歡迎消費大眾到西蘭來享用這兩個產品 當然西蘭一定會推出很多優惠的措施 來推展這兩個產品 那耶穌為了應應整個消費型態的改變 為了提升我們國產水產品的釋放性能力 多年以來都補導財產業團體加工通路業者 來開發各種不同的產品 讓消費大眾能方便買 輕鬆煮及時吃 來消費我們國產的優質水產品 那在方便買裡面 我們在實體通路上 跟統一燒燙合作來推導 當然我們各業團體也有實體變變 可以來消費來究竟購買 那在現場網路通過的話 優惠屬也開發了買儀器先儀購的網購 可以歡迎社會霸眾 可以上網去採購 那我們各個儀會 包括全國儀會 各基儀會 都有優惠網網 可以叫做在地所生產的水產品 那輕鬆組呢 我們為了符合現代社會氣球 除了賢衣產品以外 我們進一步的舞蹈 開發如儀片、儀排、儀肉、水餃等 很方便料理的水產品 提供給社會大眾 輕鬆帶回家 就可以做料理 介紹一些廚餘的方式 那即時吃 我們會開發一些老少賢衣 即開即時 如儀淋萃及、凍飲、罐頭、餅乾淋食、儀精、料理包、加熱及時食品等等 我們推動這三個 讓敲大眾 很方便的去買 輕鬆的回家煮 隨時買隨時可以吃的即時甜品 那在這邊很感謝各位貴賓人來參加我們這個新產品的記者會 更感謝同一艘商能跟儀業署合作 實際來推展我們國產的水產品 讓消費大眾能很方便的到各門市店買到各種水產品 在這邊儀業署 中節節快到了 祝大家中節節快樂 儀業署期望通過豐富國產水產品的市場 讓大家在日常中享用到多樣化高品質與值得心愛的國產水產品 進而強化國產水產的市場競爭力提升產業人性 記者汪君台北報導 藝人在台南開餐廳 現在還推出了藝人套餐 帶您來看護野日式料理 特別舉辦一週年慶 推出白雲及彩華套餐 吸引了許多濤客及影迷歌迷朋友 道場相挺 為迎接一週年慶 護野日式料理 特別邀請藝人普通白雲及王彩華 擔任藝人店長 並結合兩人的名字 推出白雲套餐 雲朵蝦鬆及彩華套餐 紅雲海鮮粥 讓高哥們及追星族在享用美食的同時 就好像在跟偶像約會一樣 我們就是接手這間護野 已經差不多一年了 所以今年舉辦這個週年慶 那今天就有推出 就是白雲哥的藝人套餐 跟彩華姐的藝人套餐 還有兩人的專屬的做菜 對 我們就是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用藝人為主題 然後推出一些 融合日式 海式 西式 法式的餐點 把它融合在套餐裡面 白雲哥就有幫他專門設計一個 雲朵蝦鬆 他是用越南的春捲皮去炸 然後起來後來會像一個雲朵 然後包一個蝦鬆進去 那個就是滿有海味的 吃下去讓你漫步在雲端 然後彩華姐就是有一個專屬的紅蟳粥 對 它是用整隻紅蟳下去包的 白雲表示 會投資這間餐廳 也是因為兒時完辦的一句話 當下沒怎麼考慮 馬上就答應 一年過去了也沒失望 王彩華也說 每次回到故鄉來這用餐 都能吃到很好吃的料理 讓他很開心 陳董 我真的 我的同學我很受不了他 他一通電話來就說 你應該會多少進來 我們來共識一家好吃的餐廳 我說那可不可以 你不用多想 你就會進來就對了 彩華也是莫名其妙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他夠義氣 因為彩華也知道說 他只有問我 白雲我們可不可以 我說沒有關係 就算被騙也算了 亂講不能亂講 陳董的人是真的非常的好 因為他跟白雲就是同學 那他生意做得很大 那因為常常要在外面吃東西 後來吃了這一家 剛好老闆也想要就是換個跑道 所以呢 陳董就說 那我們把他吃下去 這樣就會來經營 每天都吃得像自己的地方 自己的家一樣 而且我又是台南人 所以呢 一回到台南這個溫暖的故鄉 又有一個很好吃的日式料理 我就覺得很開心 位於仁德區中山路旁的 護野日式料理 在美食之都台南 用實力及美味 成功征服了一票老饕 未來也會持續推出各種新菜色 讓消費者嘗鮮吃不膩 記者張瘦為採訪報導 接下來我帶你來看 基隆區漁會 舉辦假日漁村小旅行 邀請親子走訪八斗子漁港 探究製兵場 如何幫漁船補兵 還請來了私廚帶入 教民眾如何製作漁村料理 會有帶殼 所以他要先放 汆燙過的小捲 放在鍋子裡煎出兩面 都呈現金黃色 再用番茄洋蔥香菜 製成開胃的涼拌菜 一起包進墨西哥餅皮裡 這一道簡單的夏季開胃菜 墨西哥偷抽捲餅 就大功告成 小豬菜有一種很清爽的感覺 我覺得跟小捲很搭 因為我其實沒有很喜歡吃 就是小捲 因為我以前都會覺得 它會有一點腥味 所以我覺得它跟蔬菜搭在一起 就很好 摸下去它是軟軟 裡面是軟軟的 它就是裡面還沒有熟 像這樣摸起來 它是Q彈Q彈的 它就是已經熟了 金融區域會廚藝教室裡 學員們專心聆聽 這一堂食魚課程 透抽大蝦是主角 只見大夥分工合作 替今天的午餐 親手做料理 政府在推漁食文化這一塊的話 其實他們可以多多辦這種的活動 對 這樣子親子 對 除了去認識台灣的一些美景以外 然後對於這種料理 尤其是海鮮的話 大家的接受度會比較高 小黃瓜穿上之後 再將大白蝦煮熟撈起 去殼之後 將蘋果杏仁花生粉 包進大幅捲皮粥 學員們超級用心 這一道鮮蝦大幅捲成了夏天餐前的開胃菜 是洋蔥啊蔬菜啊 然後可能會用一些鳳梨啊 蘋果啊小黃瓜都是 然後包含我們最主要的主角 就是我們的透抽 那我們是以這個為主軸 當然你裡面要換成小捲啊 換成其他當季的海鮮 當然都是可以的 但只要是配得上 可以有辦法去入菜 我們都很可以大家 歡迎大家去嘗試這樣子 金融漁會舉辦了漁村小旅行 所以安排民眾走訪八斗子漁港 認識漁港的前世今生 中午在漁會廚藝教室 讓職人帶領民眾 手作漁港施房料理 只見家長帶著孩子 玩得不亦樂乎 就帶小朋友來體驗一下 然後了解一下在地的文化 那又可以一起組織得非常開心 更了解的話 因為我先生有漁船 所以會更對這邊當地的細節 會更清楚 而且有故事 而且第一次看到那個打冰的 對啊 我們之前都是去別的漁港打冰 然後第一次親眼看到 真的很特別 比較特別就是說 我不知道八斗子漁港 居然是一個這麼大的漁港 那有的時候會經過這邊 但是也很少有機會走進來漁港這個地方 今天早上先安排了一個小時的漁港走毒 是先帶大家了解說我們現在八斗子漁港的設施啊 還有我們一些漁船的運作 還有船型我們捕撈的方式 那接下來是到我們漁會的教室去做料理 主要是讓民眾認識我們跟漁業有關 那也認識我們基隆本港的食材 那要怎麼回到家之後 可以使用這些食材去做料理 漁村小旅行帶領民眾走訪漁村景點 還有職人手把手傳授廚藝 讓民眾認識漁港文化 也傳承了漁村的特色料理 記者黃少明就用報導 接下來帶你來看陶雲市龜山區獻光二村 是全台唯一全區保留的獻兵眷村 修復多年的第一期舊眷社群正式對外開放 可以了解獻光二村的歷史與生活故事 還有文創商店教育空間可以逛喔 揭開紅布條象徵獻光二村卷村文化 園區的修復館正式對外開放 台灣市龜山區獻光二村 作為全台唯一全區保留的獻兵眷村 園區修復多年的第一期舊館社群 終於在近日完工 台灣市府文化局也在6號舉行開館典禮 台灣市長張山珍也特地來到現場參訪 新館社不僅設有展覽介紹獻兵工作 以及獻光二村的歷史和生活故事 還有文創商店教育空間可以逛 讓他稱讚不已 不只承諾會繼續來完成二三期館社修復工程 夜預告之後園區將成為地景藝術節的主展區 歡迎大家到時前來走走觀逛認識眷村 我們都知道陸海空或是連勤都有他們的眷村 獻光二村是給我們獻兵同志的眷村 今天開館特別特別代表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我們已經有一個館設 已經做了長設性的 當時眷村的很多史料的展示 我想所有喜歡眷村文化的朋友到這邊來都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展示的內容 讓他們了解當年獻光二村在我們桃園 在我們國家整個眷村裡面扮演的歷史意義 另外呢我們文化局也辦了很多活動 像是我們現在正要開展的地景藝術節 最近非常火紅的這個菲吉拉 就在我們獻光二村 我們希望結合我們桃園很多的活動 盡量利用獻光二村的場地 把它跟我們桃園很多活動結合起來 讓很多我們桃園的居民 甚至全國的居民能夠透過活動 也到獻光二村來感受一下當年眷村的這些文化 所有的這個全區的眷設 我們只復原了一部分 我們還有一段時間 會把其他的眷設也都復原起來 曾經住過獻光二村的朋友 在這邊恭喜他們 他們又多了一個可以回味的地方 當天現場許多國軍憲兵弟兄 和元眷戶家屬都特地前來共襄盛舉 甚至有103歲的元眷戶老兵 也坐著輪椅和兒子一同前來 見證歷史性的一刻 而他的兒子陳萬榮 同時也曾擔任獻光二村自治會長 在這次修復的管設佔於有加 保留原始風貌同時也引入了創新元素 但民眾看見眷村特色 而他也期盼是否能加快行動 早日完成全村修復 從民國63年就居住在我們的獻光二村 那現在當然 郡村在我擔任自治會會長期間 將郡村完成的 辦理相關的改建 也很感謝桃園市政府 保留我們獻光二村的所有的原貌 然後進行相關的一個改建作為 然後結合了地方的創生 還有文創的一些產業 除了保留原有的一些相關的一些設施 然後也將以前的舊有的眷村的風貌 完完全保留下來 只是它變成一個新的一個建築物 讓大家有一些特別好的一些感受 這是我最開心也最高興 這個未來的二期三期的工程 能做一個加速的一個完成 然後讓大家看到 這個真正以前老人家他們回到 這個家的一個感覺 那是真的最好最棒 另外搬到附近過來的幾位原眷戶媽媽 也回來獻光二村觀光 肯定市府對環境修繕與改造的用心 也到商店捧場吃麵聊天畫家常 彷彿又回到過往捲層生活 打通一條這樣長長你去看的話這樣 因為就是蠻方便 是不是以前其實你們小孩子好像也都這樣去 對啊那都好幾間 人家都整整條這樣的 這樣看的真的很舒服 建設麵線沒有麵店有攤貨店 攤貨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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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會用 應該會用 很多人來掛 那你也 做得很好嗎 做得很好 做得很好 這一回弄得很好 很棒 很乾又乾淨 我發現他們弄得還不錯 該用的他們都有想到 這就很好 有一間 對 尤其他把他全部弄成一排有沒有 弄那個展覽我發現是很好 因爲什麼 就不要一家一家去走 因爲開心館心戰 憲觀二村在這週末將舉辦 文子電影樂和導覽活動 文化局也鼓勵市民朋友多多來參與 認識和欣賞眷眷村的往日風華 Giu的一條報導 接下來我帶你來看 紀勇市中山樂林最近向勞動部申請 5050重世代計劃 協助50歲以上的中高齡人士 重新融入職場 這項計劃提供了多元化的課程和服務 為中高齡及退休人士 延續職業生涯或開創新的工作機會 一起來看看很受歡迎的 咖啡記憶增能工作方 豆子準備已經 表面已經炒到金黃色 用陶鍋小火慢炒 15分鐘就親自體驗 從淺烘焙到深烘焙的過程 第一棒是中美 親自炒咖啡 還要學研磨 沖泡 咖啡要好喝 每一個步驟都有學問 基隆中山樂齡學習中心 爭取勞動部5050重世代 就業網路合作計劃 鼓勵重世代回到職場 我們政府呢 希望鼓勵我們中高齡人 再出來再就業 退休之後呢 最好再有一些 爭能的一個技藝 那我們怎麼樣去斜槓 或者是說再就業 那我們必須要有一個 工作的一個能力 5050 贏心大挑戰 擁有工作能力 強化壯世代就業服務的量能 增能奉獻 越老越精彩 那我發覺我們的這些學員呢 真的是都非常認真 我相信這六次的課程之後呢 每個人都可以 可以斜槓去做 他們喜歡做的這個 增能的課程 不只就業還能創業 窗泡的過程可有技巧 我們用燜蒸的水量 老師大概會注入40CC的熱水 水溫是大概92度 大概沖煮的時候就1比16 所以20公克的粉 我們大概沖煮到320 學員們遵循規則 一步步來收穫滿滿 我覺得燜蒸的時間很重要 就抓準那個時間點大概在15秒左右 然後再來就是注水的部分要穩定 用一個NO字型 那不要呼短呼長或者是水慢 不要要穩定 那泡出來的咖啡呢 跟平常的咖啡還沒學之前 我覺得那個韻味是不一樣 而且花香果酸味全部都呈現在裡面 我覺得很不錯 把咖啡的這個沖泡跟實戰 還有一些可能 將來可以應用在職場上 或者是在要開店 各方面的經營上面 都可以有所結合 這項計劃為中高齡人士 提供了重返職場的機會外 也為社會注入了新的活力 展現了老當益壯的積極人生態度 記者蔡小軍 基隆報導 接下來帶你來看2024土地公民俗藝術節 在新永和市場廣場盛大展開 集結海內外203尊的土地公神尊 最遠來自屏東車城 還有馬來西亞博宮廟 桃園市長張善正特別到場參加主線大典 祈求風調雨順 國泰民安 2024土地公民俗藝術節週末 在新永和市場廣場盛大展開 不僅有正道的展演千人采接 今年的規模盛況更盛往年 集結海內外203尊土地公神尊起居桃園 神像最遠來自屏東車城 還有馬來西亞博宮廟參加 桃園市長張善正也特別到場參加主線大典 祈求風調雨順 國泰民安 也希望把土地公文化推向國際 今年大家可以看到我背後 一共有203尊土地公的神像 這是歷年來我們每年每年辦這個活動 今年是規模最大的一次 這些神像其中很高的比例來自於我們桃園 台灣最遠來自於我們屏東的車城 還有海外馬來西亞回來的國宮神像 這個土地公不只是我們台灣 代表的是我們華人對我們土地的尊敬和熱愛 我們這次的規模是創往年的這些最大的規模 另外在稍晚等一下 我們也動員了我們所有社區 為了保存我們的民俗藝術 他們每年每年都在訓練他們這些表現 今天晚上會有社區的嘉年華 也會讓我們所有的朋友 對他們這些民俗藝術能夠好好的欣賞 我心希望說明年後年我們這個活動 規模會比今年更為盛大 好好的彰顯我們土地公的文化 203尊神尊中有一尊來自彰化花壇 他們供奉的不是土地公而是土地婆 傳說過去土地婆曾以火光市井鄉親颱風江釀災 因此在地民眾便集資興建土地婆廟 就連門神跟神將都是仙女相當特別 這是他們第一次參加土地公民俗藝術節 主委覺得這樣的活動很有意義 以前我們的醫療比較不方便 因為就是如果要女孩子 他們要生孩子的時候 他們都會跟土地婆來跟我們拜拜 就是要保庇我們在生孩子的時候 可以順順實實 也有人一切就是說土地婆是收財 土地公是交財 所以我們拜土地婆的圍 我們可以跟錢收得更好 我們的特色就是說 你會說我們的門神 我們的門神通常都是 左右門神都是男生的部分 我們的門神是生路 所以可以在標誌說 土地婆是主要的仙神 也會呼籲到我們兩性平權 不是說我們拜土地公而已 我們也可以拜土地婆 反應到國家的信眾 可以跟我們中華會團 從土地公來參拜到我們的土地婆 2024土地公民俗藝術節系列活動 表達了桃園人對於土地的尊重 與愛護之意 希望透過兩天的採接科儀 法會 仇神系等等 彰顯桃園土地公信仰的民俗文化 也庇佑市民 以及所有參與活動的民眾 張善政市長也現場分送 受討給大家吃平安 歡迎明年繼續來參加 記者來為一桃園報導 在這裡來看這金華城的風波 一把火燒到了高雄 國賓飯店的重建案 因為危老獎勵 讓容積率增加到1142% 讓各方質疑它的震盪性 是否有土地廠商的嫌疑呢 高雄市政府就親自上火線說明 表示國賓跟金華城案的基準點完全不同 希望外界不要借機混淆惡意 扭曲訊息 金華城風波一把火燒到了高雄 國賓飯店的危老重建案 容積率被提出的質疑 因為從原本的840%加上危老獎勵之後 直接來到了1142% 所以國賓大禮包是什麼 國賓大禮包是 原本它的土地面積可以蓋的基準容積 是17019坪 它光是得到的危老容積獎勵 就到了6127坪 議員對國賓飯店一次之間 變成了危老建築感的困惑 也讓原地住戶與環團 質疑飯店危老重建的申請 是否符合法規 國賓飯店危老重建案 容積率破千 讓各方質疑它的正當性 而高市府也親上火線說明 表示國賓危老案一切符合法規 與金華城案並非相同背景 本案並沒有申請容積移轉 或增額容積 也沒有額外獨創任何的容積獎勵項目 本案是國賓飯店依法提出申請 市府在受理後 除了依照危老重建改建條例 核定容積之外 商區經過都市設計審議 交通影響評估 以及環境影響評估等法定程序 3533不一樣 為勞獎勵非自創 第一 商業區法規容積率 35和33 本來就不一樣 第二 國賓飯店使用的法源 是全國一致適用的法源 而金華城市 台北市自創的獎勵容積率 二者卻有明顯不同之處 希望有心人士 不要一哥倒菜都 胡亂比擬 市府強調 用力規劃的基準點不同 國賓為勞容積獎勵 也會超過法規的40%上限 希望有心人士不要借機混淆 惡意扭曲訊息 記者三軍高雄報導 為了響應交通安全月 新北市政府舉辦 停浪文化2.0記者會 市長侯友宜親自駕駛電動體驗車 示範正確的停浪行輪方式 車子緩緩使進來 等著過馬路的海童 手前手過完馬路後再啟動往前行 為響應交通安全月 新北市政府今日於市府一樓大廳 舉辦新北市交通安全月 停浪文化2.0記者會 市長侯友宜也親自駕駛電動車 示範安全停浪行人方式 加強宣導車輛慢看停 行人安全行的正確駕駛觀念 新北市長侯友宜表示 交通安全是民眾生活中 很重要的一部分 其中浪是最好的安全生活方式 希望藉由多元宣導方式 不斷提醒民眾養成 車輛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的習慣 並落實於生活保障行人安全 新北市在推動交通安全業 最重要是要不斷地 提醒大家駕駛人 一定要慢看停 行人在穿越斑馬線的時候 要停看聽 我們把交通安全的自信做好 行人的安全就沒有問題 交通安全是每一天交通生活的 最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透過我們各級處大家的努力 讓我們新北市可以看得到出來 我們的行人數顧力 還有酒後駕車的發生力 都比全國發生的平均值還低 但是我們永遠要繼續努力 希望每天都能夠在交通安全上盡最大的心力 讓所有人在行人的 在行走的過程當中 都能夠以安全最到位 才是滿委婉 我們大家繼續努力 記者會中也首度公布交通安全宣導影片 由市長侯友宜 攜手為其女神黑家家共同拍攝 影片中市長也化身歧視 里讓行人黑家家過馬路 傳達停讓文化的精神 侯友宜也特別感謝黑家家 對於交通安全宣導教育的支持 與鼓勵 並呼籲市民里讓行人遵守交通安全法規 其實我非常謝謝黑家家 給我們很多的支持跟鼓勵 最重要我們都希望透過黑家家形象這麼好 然後我們鼓勵大家 記得要好好的做好整個交通安全的 智慧的維護 那也透過我們的先導教育 以及在各項的禮節上 大家都能夠懂 原來讓是一個最好的安全生活的方式 所以交通安全就是記得 你讓行人以人為本 謝謝黑家家跟我們一起共同來先導 新美市新聞局表示 為讓市民更深入了解有關停讓的交通規則 即日起至9月13日 每日10點到5點於市府一樓大廳舉辦 停讓文化2.0展覽 現場設置互動體驗區和道路安全資訊區 讓民眾可以親身參與學習道路安全知識 其中互動體驗區模擬路口實境 設有道路地貼和停讓立柱 讓小朋友們可透過駕駛兒童體驗車 學習正確的停讓行為 歡迎市民朋友踴躍參與 記者蕭士同新北昌報導 歷經15年的推動 國道氣候終於通過第二階段環評大會的審查 預計最快2025年動工 2030年完工通車 但是在路線規劃及土地取得方面 仍然有許多不確定的因素 地方希望政府能及早因應 讓國道氣候順利完工 疏解高雄市區擁擠的交通情形 塞塞塞不只是高雄港通往碼頭的路上 塞滿了貨櫃車 連市區的道路也都是貨櫃車的身影 高雄港近年來貨櫃量大增 連帶使得周圍道路使用度爆表 不只交通品質差也讓民眾飽受安全威脅 地方便希望政府能夠讓國道氣候早日動工 疏解高雄市區擁擠的交通情況 碼頭已經完工了 本來是一天的貨櫃交通流量3萬 現在已經變成一天交通流量 達到一天將近有600車子的貨櫃車 整個小港地區的整個交通流量 都被整個托板車站住我們的車道 事實上造成整個地方 移民的安全的問題 國道氣候事實上應該要趕快 在處理了 因為環評也拖將近10幾年 希望儘快把國區趕快定案 趕快來處理 歷經15年的推動 國道7號終於通過二階環評 在順利通過國發會的審查 和行政院的核定之後 預計最快可以在2025年動工 2030年完工通車 但在路線規劃及土地取得方面 仍有許多不確定的因素 是原理順盡希望政府能夠及早因應 讓國道7號順利完工 環評走完了 走完了現在正在設計的階段 未來的興建面對的國區更多的問題 比如說臨房 還有這個周遭的環境 還有目前的一個路廊 都不是很確定的情況之下 碰到工廠轉彎 碰到這個比較有這個抗爭力的轉彎 我們都希望能夠以適當的辦法 比如說取得地上權 比如說比較優惠的 比如說是最安全的 不要一條國道7號 23公里 1257億的這麼龐大的預算 從原來9個交流到現在檢討到7個 既然可以檢討到7個 為什麼不能檢討到6個 等於說減少我們阻礙的一個路線 最起碼是要把這些貨運運出來 不是要變成這個這個市區的道路 說每個地方每個路口都有交流到 那也會影響 甚至會拖延到我們整個完工的騎乘 先前部分地主質疑 反對國道7號路線的規劃 導致後續公聽會說明無疾而終 開工時間也充滿變數 但由於被負責解決地方交通重大任務 政府和中央單位還是得加把勁 讓國道7號早日進行順利完工 記者張世民高雄報導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央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請問一下 营养化碳终结者 Noco醬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 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Noco醬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聚或聚策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在犯 聚检及聚策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烤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口罩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工人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和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